今年上半年,整个水果市场一直被涨价的声音闹得飞飞扬扬 上半年的苹果疯狂涨价,市场上一度卖到十多块一斤 很多消费者都纷纷表示吃不起了 上半年苹果涨价的原因有好几个 除了去年因天气原因导致苹果减颤之外 经销商的囤货和炒作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然而不管怎么说,苹果涨价对果农来说倒是好事异见 不少果农都等着下半年苹果采摘的时候多挣一笔钱 然而目前苹果价格的走势却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目前新一季的碗熟苹果未到上市的时候 从行情上来看却已经提前预冷 目前市面上数量很多的嘎拉果也属于苹果的一种 价格就普遍不高 中秋节之前山西还出现了刚上市的苹果就滞销的新闻 这一系列变化无疑相当于给果农浇了一盆冷水 不过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有哪些呢 按照内行人的分析 苹果行情提前预冷与经销商囤货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前两年的苹果行情比较吸人 让经销商看到了其中的利润空间 今年很多收货商都纷纷扩大了收购的规模 甚至还提前预定了一波 很多果农在中秋节前就开始提前摘带采摘清果 没想到这种一贯的操作模式却影响了苹果的价格 今年苹果主产区的雨水本来就比较多 再加上提前采摘的原因导致苹果质量有所下滑 很多消费者在购买了这批苹果之后 纷纷觉得今年的苹果口感比不上以往 所以后续不少人都转头 选择了其他种类的水果替代 对苹果的消费热情下降了很多 对于果农来说 如何打开农产品的销路本来就是一个难题 在苹果质量有所下降的情况下 又要在短时间内集中大量上市 市场竞争力不足 采摘的苹果很有可能会面临滞销 从目前市场的情况来看 早熟苹果已经大量上市 之后进入市场的苹果数量还会不断增加 虽然晚熟苹果还没到上市的时候 但是在相关人士看来 下半年的苹果行情提前预冷 已经把酒不离时 这一点从苹果的市场价格也能看出来 如今嘎拉果的市场价格普遍只有两块多一斤 其他品种的苹果价格也有所下降 从某种角度来说 苹果卖不出去 销售中端和经销商都只好被迫降价 不过正如有些果农所说 苹果降价的空间 主要还是有产区的广大果农承担 最吃亏的也还是他们 对于此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和我们讨论分享